之前多位市员都在争取小巨蛋落在东区 但民进党籍市员蔡旺权在总咨询室表示 他个人反对小巨蛋设置在东区 因为小巨蛋是个水泥丛林 但巴克里生态公园那么丰富的生态 小巨蛋会造成雪原下地 造成河水干枯 造成生态的浩劫 当初他也提议将小巨蛋挪到安南区 或是别的交通便利的适当位置 我觉得小巨蛋的旧址就把它保留下来 直接就是留给下一代子孙 变成绿地的一部分 这是东区的新亮点 因为东区很多地方不用再过度开发 那么这有爱这款的新思维 反正所以这个所在来 可以刷去较交通便利的所在 来做一个整体的运用 包括结合多功能会展中心 这样我是非常激情 那么原本的巴克里这么丰富的生态 这是我们台南很不简单的隔断 那么这个部分可以延续发光发亮 刚才好这个小巨蛋的旧址 刚才把它撂下来 撂下来做一些绿化生态的一个使用 我感觉这个十年后 我们的家族都会味道笑 而蔡旺权也表示 小巨蛋东区的原址就可以保留下来 成为东区绿化生态的一部分 因为东区很多东西不需要再过度开发 以巴克里公园来讲 里面有很多小蜻蜓 它超喜欢吃蚊子的 不管是成文或结绝都很爱吃 在巴克里公园总共有12种蜻蜓 在登格勒如此严重的现在 这是台南市多么需要的生态 还有蔡旺权也向赖清德市长建议 飞燕仙村发现有遗址 远雄集团又在疏忽保存跟处理相当不够完善 他大胆建议独发局长吴新修 是否可以考虑直接跟远雄解约 记者黄春怀台南报道 有了 在解析成文或因素 要那种情况下 现在 我来看了 因为 翻译 我看了 我看了